一份来自台湾禁师金舍师傅所研制的禁师资粮和一些防疫物品 准备送到槟城中央医院去关怀 其实也很感恩医护人员在第一线这样子去做一次救命的工作 那么就是非常感恩他们可以舍出他们的安全来付出 那么慈祭可以做的就是去鼓励他们去给他们一个赞叹这样子 医院人前看见慈祭夫公从车上搬下 一香香的祝福袋 在每个袋里都有一封祝福信 志工讲解祝福代理的禁师资粮 还有一本禁师语和防疫口罩 这些贴心的物品都是感恩医护人员无事的奉献 我是原本在妇产科的医生 然后因为这个COVID team从2月尾开始我就加入这个COVID team 首先我们很感恩因为有收到你们这么贴心 然后这么为我们着想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在服务的当儿 然后也会大家有感想到我们感激我们的服务 我们觉得很感恩也很开心 因为新冠肺炎病毒医师走在前线 就是一个使命守护民众的健康 舍我的自责 让人敬佩 当他们从志工手上接下祝福袋的时候 都感受到那一份被感恩 尊重与关态的心 Dr. Nurul Zubaydah dari Jabatan Neurology 我现在是在病毒医师 保护人病毒医师 然后还有 我认为2G 有祝福的祝福 我认为有些人可以使用它 当他们感受到病毒医师 在病毒医师 我很幸福 我们感谢祝福的祝福 因为它非常有意义 因为医疗人员全力地投入医疗防控工作 我们为站在前线的医护人员 献上祝福与支持 让爱与关怀无所不在 大爱新闻 马来西亚 谭永利 杨韵美 冯丽西报道